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fx是這個函數 那x是介於0跟2之間 第一小題它問說 2的x次方 它是介於哪個畫面之內 我們曉得 x介於小0跟2之間 我給它取指數 2的x次方 它就小1等於 2的2次方 大1等於2的0次方 所以 這個是等於4 這個是等於1 也就是說 2的x次方 它小1等於4 大1等於1 好 那麼它第二小題問說 這個函數 最小的值跟最大值是多少 那我現在就令 令 令2的x次方 是大x 那這樣fx 就是等於多少呢 大x平方 這是2 2的x次方 的平方 把平方拿進來以後 2的平方是4 這個是4的x次方 就是等於這個 減掉4倍的乘以2的x次方 再加3 好 那這個函數呢 我就可以寫成大x 就變成大x的函數 就變成大x的函數 這相等了 好 那現在大x是借於哪裡 大x是2的1次方 是借於4跟1之間 小1等於4 大1等於1 那這個是2次函數 它通過多少 這是平方 我們可以1次分解 這可以1次分解 從多少 11 3 1 5 就大x是-1 大x是-3 好 那這個函數 這個二次函數 它首相係數 大1 所以它往口向上 它往口向上 那通過哪裡呢 當位作標等於0的時候 x作標是1 或者是3 所以它往口向上 所以是這樣的二次函數 那它的最小值在哪裡呢 最小值 就是 這一個二次函數的那個頂點 就是最低點 是在呢 通過什麼呢 0點的終點上面 2 也就是說 這個小m 會等於f2 它那個大1的範圍 這大一個什麼 大1的範圍是1到多少 1到4之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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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是0 所以那個函數圖 就從這裡到這裡 到這裡 所以它最大值是多少 最大值是f 4 也就是說 這個 這個是大一個詞 不是小一個詞 小m是f 大一個詞帶2 大一個詞帶2 2-1 乘以2-3 這個等於 這個互1 1乘以互1是互1 所以最小的值是互1 最大值是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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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是3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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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